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節目未開始之前 先感謝今天幫你做首語翻譯的朋友阿慧蘭 你都會發覺到 長毛的位置好像刺激了 原來長毛因為剛我們聯絡到他的時候 就有一些事他其實在說你 所以在這個節目 可能中途某一個時間 其實他就會出現 不需要擔心 我想以往做法就是 有時候長毛走開的時候 就唯有我唱讀的戲 等於上個星期那兩集 長毛說到關於一些 可能是同政制 或者是同一些民生有關的議題 我想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近年來比較熱門的題目 當然香港大家對於曾蔭權的施政 過去那麼多年以來其實都有一些看法 我想這個看法無論是正或是負也好 大家都會有一個共識 就是為何曾蔭權做了那麼多年的特首 好像越做越不開心 就算你說他每一天上教堂 向天主 懺悔也好 吐過也好 或者在黑暗睡也好 但是有件事你會發覺 就是這個特首看他的樣子越來越不開心 甚至我有時有些場合裡 都很不客氣地說 就是說 咦 曾蔭先生是不是每天死爸爸呢 為何每天的樣子都好像死爸爸那樣 當然這句說話不是用來去疾 或者用來去廢育 真世伯 但是我們會說 其實曾蔭權做了那麼多 就是做了若干年特首以來 大家會留意到就是說 香港特別我們關注到 譬如說是這個居住問題 又或者這一兩年 其實開始慢慢浮現一些 譬如說是內地人來香港 而造成對香港的一些 不單止我們表面見到醫療 各方面的一些負擔 譬如我們會知道就是內地人的問題 甚至由曾蔭權施政以來 處理這些這麼負真意性事件裏面 最近大家都知道就是 會有關於這一個 就是菲律賓的工人 他們關於這一個 就是在香港的居住權 那個裁決那方面 其實你也會見到整個香港 因為這些不同族裔 無論是內地來的新移民 或者甚至我們會說到的 菲律賓用工的居住權 而造成那種族群撕裂 甚至我們會說香港人對於外來人的一種反應 那種反應具體來說就包括 譬如說很認為他們這一群人來到香港是搶資源 甚至說這一群人其實是會分駁了香港福利 或者醫療 教育各方面的資源 而對他們產生了一種排斥 甚至就是說 如果我們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的話 但是你會發達這些言論 這些意見竟然不單止是低下階層 甚至是一些其實有一定知識 或者教育水平的人其實都好像很接受的話 不禁就要問了 究竟香港社會是否開始出現了所謂民粹主義 當然一會兒看看太太長矮想說什麼題目 看看會不會再繼續說所謂民粹主義 但是我還沒說到民粹主義之前 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說近這十幾年自從香港回歸以來 香港人在政治或者社會權利那方面 似乎他們的權利範疇不斷地縮減 很多時候人們面對這種政治社會權利 不斷縮減的情況 當時都會有幾種反應 當然可能我們會理解到 有一些國家 地方的人民 他們會透過具體的行動 去向政府或者當權者 主動去討回他們應有的權利 或者應有的一些權益 我們會有一些叫做新社會運動 透過這些新社會運動 譬如無論是婦女權益 或者甚至是一些性工作所的權益 又或者我們會說某一些專業人士 他們的權益在界別裡面受到剝術 很大程度上這一幫人會站出來 透過具體的行動 有計劃 有組織 有動員 以及透過不斷向政府施壓 透過不斷和一些不同的民間組織 甚至是政黨建立一些連結 希望透過這力量 這持續的一些壓力 迫使政府讓步 但似乎回歸以來香港 這一類這樣的新社會運動 似乎就不是太多件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 就是很多人會有一些埋怨的聲音 或者有一些不滿的聲音 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當我們不斷去埋怨投訴 但是你會發揮到這些埋怨和投訴 不能夠轉化成一些積極力量 去作出改變的時候 最終反而會成為一些負面的能量 這些負面的能量 很大程度上不單是會令我們 或令到跟這個事件相關的人 或者組織或者裡面一些人士 不單是令到他們越來越消沉 越來越覺得自己沒有用 甚至最嚴重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會將這種負面的經驗 或甚至將這種負面的一種想法 投射在他們生活裏面不同的範疇 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這也是一個親身經歷 話說有一間Bang1學校的一位老師 其實是我一些舊的同事 其實都很明顯看到 香港的中產階層 因為作為老師很大程度上 特別是他教了十多年學 都是一個中產階層 我們很多時在一些民主法論論裡 都說到中產階級是一些 國家民主化的很重要的支柱 但如果我們看看香港的情況 究竟中產階級是民主化的重要支柱 反而成為了一種反民主化的一種力量 這其實都是一個挺有趣的題目 當然我想從一個個人的經歷裏面 都可以反映到就是中產階層 在甚麼方面 或者有幾大程度 它是一個反民主化的一個部分 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因為這個老師本身是教中國 文化及語言及文化科 即是中六中七高考 快要完結了 這個課程裏面的老師 當然我們很多時會 如果有朋友看過陳雲的一些書 說到對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其實有很多一些文化上批判 包括就是說很多時整個文化科背後 其實是有一套霸權 或者現在有一些新的譯法 就叫做 叫做 叫做 Heggmail 即是接統攝 現在有一些新的譯法 即是說有一套權威的看法 是壓倒性的 是要老師或學生去接受 如果你不根據這種權威性的角度 去分析一些事件 一些考試的題目給的一些情景的話 可能那個分數就被語言改低了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一種 語言目語言 還是一種內化 慢慢這個老師 因為這個老師本身除了教文化科之外 其實他也帶了一些國情交流團 我想他的故事後來 成為了其中一個文章的主題 我想挺有趣的 有幾個發現 當然很多時候醫師對現實很不滿 當然對現實不滿不是一個問題 但對現實不滿背後的理由 如果只是針對一代不如一代 一下不如一下 媽媽是女人這種體法 而不從另一個角度去欣賞新一代 其實有前一代可以值得可處的地方 或者甚至新一代裏面因為資訊科的發展 他們某一些才能或者能力能夠得以發揮 例如我們會說到當我們說主流媒體的報導其實都偏向於對一些不同的意見 在壓抑的時候 其實可能年輕人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或有一些幾另類的看法 其實透過一些新媒體的互聯網去分享的時候 我想作為老師本身究竟是樂於其成 或者都採取一個肯定的態度 或者是不會透過一種沒有帶有偏見的一種討論 其實很多年老師會經常都用一種 因為我是老師 所以我透過所謂的既成的看法 而不斷透過一種既成的看法 去所謂糾正這些學生的一些觀點 而令到這些學生要不然就表面接受他們的想法 但實際上就不太接受他們 另一方面就是某些學生 當然如果用香港的角度 做世界仔世界女的話 當然你說祖國正就是祖國正 你說祖國靚就是祖國靚 你說祖國靚就是祖國靚 用這種想法的話 最重要的是 究竟我們的教育 結果是令到學生能夠進一步得而啟發 還是我們學生進一步去複製社會裡面一些 很差的一些習慣 譬如說人運逆運 或者是不用腦筋去思考 所以我想第一個經驗 說回就是說 可能作為老師教這個方式 或者其實 甚至我們會懷疑老師 很多時他會很覺得 他自己因為很懂得到 掌握到一個社會的脈絡 一個脈絡不是脈絡 他都不懂什麼脈絡 他是去脈絡化 就是我經常覺得 他經常覺得自己掌握到一些社會的脈絡 考試的要求 掌官的意志 然後之後就 很多時考試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們說考試本身的設計 如果是不斷透過揣摩 考試一個終極的一種 拿高分的看法的話 我們很容易倒入一個 不知不覺倒入一個圈套 或一個困境 就是說我們只不過是 我們的考試 我們的寫的東西只不過是反映 一些掌官的意志 重複掌官的意志 很可能作為教醫科老師 都抱不幸地議員目染了 中了招 所以很多時談一些負責議性問題的時候 他突然間好像輕到肌 我想最明顯的就是幾年前 我們說到關於內地毒奶粉的事件 譬如我們會說到 就是夢咬三木醫事件 我很記得其實他經常都說 很喜歡喝國內的牛奶 但是我再問他 咦 出事的時候你還有沒有喝 內地牛奶呢 他當然都不知道怎麼回答我 所以你說作為老師 作為中立老師 特別是教這麼高 當然不論是高或低級都好 面對一些爭議性事件 或面對一些其實背後 有一種很大的統洩 或者霸權在後面操作一些看法的時候 作為老師本身 究竟他覺得我們要符合 那個遊戲規則和玩法 跟著去說 希望拿到最高的成績 最好的分數 還是我們反而站過來 去回雞蛋那一邊 去看這些看法背後 有些甚麼千莊百孔流量的地方 另一個挺有趣的觀察 就是很多時他很喜歡罵長毛 我這個節目主持人 但是其實從他罵長毛 甚至其實我以前教育學院的時候 也有個同事住在沙田區 他們都是覺得不喜歡長毛 我想這個同事 他和我一些互動的經歷背後 譬如說他對權威那一種 很有趣就是 通常不支持長毛的包人 都有多少特色 第一就是說 其實服從性很高 甚至很涉服於權威 甚至很大程度上很犬餘 經常都不滿 但經常不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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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餘 自己 當然也未必叫他 去透過一局的行論改變 但起碼你有一個動息 你有一個智慧去看到 那些問題所在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那位舊同事 那位前公司同事 那時候他們就說 是這樣的 做人是這樣的 公司是這樣的 用這一種很犬餘 你說不同意見 他又覺得不太喜歡 或者覺得你為何在那裡搞事 這一種這麼犬餘的心態 去做一些回應 那當然 究竟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中產階級 我們的中產階層 無論剛才我講到 中學老師的經驗 或者我的舊同事的經驗 背後 或者甚至對一些政見的提法 那我很簡單作出一些歸納 就是剛才我會講到 我們會說如果中產階級 作為一種政治改革 或者政治變化背後的一種動力 從這兩個人的經歷裏面 那種很犬餘 對現實不滿 但是對於反抗 又作出批評的一種人 我們能否去問 他們為社會作出改變呢 又或者他們本身背後 都有充斥著很多 智商矛盾的想法 因為我們會說 中產階層的矛盾性 其實有兩方面 他們似乎是社會上一種動物 好像動色先機 比一些教育水平不是那麼高的人 相對教育水平不是那麼高的人 他們好像知道了很多的 或者他們覺得 因為自己是中產階層 或者是建基於他的收入 建基於他的工作的崗位 他覺得自己似乎又不想破壞 不是很想改變這一種生活的形態 或者這一種這樣的狀態 某程度上他覺得自己都是一個記得理者 雖然可能你問他他是不是記得理者 他未必會有回應 或者可能你這樣問他 可能你下個位不如做一個功課 給大家做一下 你可以很簡單問一些你學校的老師 你可以問他你是不是記得理者 可能他真的不懂得理者 那大家不妨做這個功課 如果有些朋友是做通識的一個專題研習 你做香港的社會階層 或者做香港的社會狀況 或者他們跟政治的意見的話 你不妨試一下可能是你學校的老師 或者是一些可能有一定的收入 又對政治不滿 但是又很不喜歡 當然我不是去幫長毛 我又不是收到競選 收到任何錢 但是很多時候你說見到一些中產階層 我們對他有很大的期望 他讀很多書好像很明理 但是說出來的理由 其實是交到阿媽都不認得的 我們又會覺得究竟那幫人在發生甚麼事 我想所以在這裏 我們講了那麼多香港 那麼多中產階層本身 它是那種犬而的想法 其實很大程度上 可以說是香港社會一個 民脱水心態的一個根源 當然我想其實因為剛才知道 長毛來不了 當然我們做這個節目 一直都是出水不壓了這個風格 所以你不要預計 我們這兩個節目主持人 預先會做資料搜集 我們都沒有任何的預算 去做資料搜集的 但是我想可能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就是靠口 或者靠仍然有人繼續看 在我們內部都會有一些 透過瀏覽器的瀏覽刺繡 或者透過這些數據 都會覺得這個節目 仍然有一個繼續做的價值 都令到我繼續做這個節目的理由 好 剛才說了很多香港關於 無論你說到中產階層很犬儒 或者其實那一件事也跟民粹有甚麼關係 當然很多時候我們說到民粹主義的時候 很大程度上我們會說到 第一件事就是民粹主義 其實很多時候發生在一些社會 社會裏面的一些人 他們不斷被政治制度 或者政治文化 政治實踐的過程裏面 不斷被權化 我們稱為不潛力 不潛力 當然如果我們說到不潛力 或者我們說到所謂的真權 不潛力背後 其實都是說到最簡單的事就是 你覺得你自己有沒有能力 去改變自己的命惑 其實就是一個不潛力 一個很重要的標準 其實不是一些好心的理論 或者概念 其實這些可以在日常生活裏面 我們有時遇到某些疫情 經常問自己的問題 例如我們會說香港人很認命 或者香港人覺得社會就是這樣 我們的特首就是這樣 阿爺就是這樣 我們改變不了 其實這些說法就是我所說的 Disempowerment 每句話說就是作為一個國外體 我們會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 不要說改變現實世界的命運 連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不了 這個情況其實都挺像一些發展中國家 可能是一些婦女 是一些弱勢社群 他會覺得例如 例如這女人覺得這輩子都是男人的附屬品 他會覺得這輩子都是被男人操縱 他會覺得這輩子都是繼續做苦工 或者在一個很困境的生活裏面 在那裏繼續生存直至死亡 但我們會說其實在一個 我們叫做犬儀社群裏面 就是正正這些Disempowerment Disempowerment存在 當然很明顯我們會見到的結果就是 會不會這些人覺得自己越來越無用 結果自我去變得暗春 這個其實是一個結果 但我想可能是一個結果 其實在我們社會會見到的 第二個結果就是 他們甚至有可能會向一些 比他更弱勢的社群去攻擊開刀 那個情況就好像我們傳統中國裏面 譬如說我們講到這個 在傳統中國裏面我們經常見到的情況就是 一些 譬如說一個女人結婚之後 這個女人就進入到他夫妻的家 然後夫妻家裏面有夫妻的母親 或者父親母親 很多時都會見到就是 很多時候大家會有一個想法就是 大家都是女人 但為何這個 是否叫奶奶 因為我對於中國那些不太熟悉 但為何這個老公的母親 會欺負這個老公的老婆 我們會說 阿偉蘭那是怎樣稱呼 那個 奶奶 麻煩你阿偉蘭先幫幫忙 因為我基本上沒有太快 奶奶是為何奶奶欺負這個 欺負這個媳婦 對 媳婦 是負屬 或者是一個重屬的關係 但如果從這個關係 再投射回看一種婉儀主義 就是說其實以前的奶奶 很可能就是以前的媳婦 很多時就是說 奶奶媳婦 是不斷重複一種關係模式 就有點而真是 好像就是一種被虐者 和虐待者的心態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說在一個新時代裏面 最近這幾年 對於新時代 我自己就很有興趣去參與 很多時候人有些 關係議題 關係問題背後 或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虐待問題 當然可能會說遠了一點 但你其實試試用這個 譬如去理解那種 即是關於背後 人和人之間互動 而出現的一種暴力 傷害 可能那裡會幫到你明白 為何出現所謂民粹主義 好了 亦都因為其實你這個節目 你知道的 都是只有我講字吹水 有時好像我這樣 有時拆開其他東西 說拆開其他東西 說這個是我的習慣 但起碼希望討論 或者幹事務會豐活些 不過當時我們會說 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有一些 叫做若疑的問題 當然我們會說 若疑問題我們這個節目 不是說關於政府有甚麼政策去應付 但是有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現在很多時候 小時候如果你被人虐待的 可能被爸爸勁打的 藤條、鴨叉 藤條、棍 甚至被父母用一種很粗暴的形式虐待 很多時候長大這些小朋友 要麼就變成私藥者 要麼就繼續認識另一些朋友 譬如可能多數有時是 可能女性會認識到她另一半 是有一些暴力傾向進行虐待 也有可能就是說 這些人上樓之後 由小時候的受害者 變成大一個叫做家害者 就是說她都成為了虐待 可能如果她特時結婚的話 成為了虐待她的家庭成員 或者可能有些情況就是說 就算你說男女朋友關係 當認識了建立關係之後 她們成為了虐待伴侶的一個 即虐待伴侶的一個情況 好了 如果我們從這一種模式 再看回所謂民粹主義背後 很多時候就是說 一個弱勢社群 他們覺得他們沒有能力去挑戰 他們的大佬 挑戰一些他們挑戰不了的人 他們轉過頭來去欺負一些 欺負一些 甚至是虐待一些 或者甚至無論是語言方面 暴力方面 或者甚至在關係上面 去虐待一些更加弱勢的社群 所以第二個特徵 我們會說到一個民粹主義背後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一種 就是以暴逆暴 或者無論是在語言 或者甚至是身體方面 那種對更加弱勢社群的一種傷害 大家如果有留意到 或者可能有朋友 建基於好奇梭 要加入了那些組群 也都會見到那些人 在語言上面 不斷的一些不同作業的人 進行一些 不單止是一些 幾無禮的批評 我們很多時候會說 這班菲律賓人 要被有居留權來到香港 搶了資源 當然我們說資源 是不是這麼簡單 搶了這個 當然我們會說 不是說他們來到 之後資源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很大程度上 這些言論不斷是被複製 被重複 接著那些人就好像中了擋樣 無論他們每天看一些 不用請的報紙而目染 他們透過網絡的討論 做一部深法的一種成堅 又或者我們會說 他們的一些個人經歷 對這些族群的負面形象 負面印象 他們會覺得他們透過行動 去歧視 或者甚至 甚至背後產生了一種種族主義 他們覺得是完全合理的 當然我們會說 那種民粹主義背後 無論是那種無力感 無論是那種對弱勢社群的欺凌 甚至我會說第三種 就是在民粹主義背後 是一種完全是一種 基本上是一種自我破壞 或者一種具破壞性的一種角度 或者是一種觀點 甚至是言論 這件事其實大家都會很容易會見到 即使用回剛才我講過一些朋友 所謂朋友或者是舊同事做例子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 譬如說那些同事 他會很喜歡罵長毛 很喜歡罵社民煉 當然不是幫他們買廣告 就是不斷強調 但是當我們問到曾蔭權 或者當我們會問到他 即是說如果你覺得長毛 是那麽賤格 那麽嚇人真的話 你覺得怎麽看曾蔭權 怎麽看曾鈺成 雙真 怎麽看唐英年 他又回答不到 甚至我們會說 你問這些人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是這麽壞的 那錯誤 不說了 當然你可以說 其實他不是對政治完全不知道 但是很多時候對於政治上面的一些問題 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制度性的問題 他很多時候是流於一種 對個人的一種人身攻擊 就是對於一些弱 譬如說 他好像當長毛為特首那樣 就說 長毛這麽不滿政府 不如他做特首 當然長毛做不做特首 當然是問阿爺 但是這些 那麽白痴無聊的苦氣說話 是出自在一些中陣階層的口裏面 大家都不其然會想到 就是說 那種民粹主義 究竟是否是我們理解那種 可能十九世紀之後 是流傳於一些低下階層 沒有讀過書的 英文上 還是其實去到二十一世紀的香港 甚至一些擁有中環價值的人 所謂讀很多書的人 在大學裏面工作的人 都有這種民粹主義的看法 好了 那這三種特色 我剛才不斷強調到就是 自我否定 對於弱勢的欺凌 或者甚至是對於現實 只是不斷去投訴不滿 或者甚至是把那個問題的責任 委任委任 委任於一些某些人多事 某些人反對 那另一種特色 我是見到那種民粹主義 就是他們沒有一種空間 某一種決心去改變這個社會 很多時候他們會說 民粹主義背後其實是一種情緒 那種情緒背後就是 負面、不滿、批評、否定 然後那種負面、不滿、否定、批評 去不斷去再重複、再重複和再重複 他們經常覺得 我們沒有方法去改變 他們更加沒有一種勇氣 某一種智慧 甚至不要去行動 去再次改變 或者可能他們會閒時有空七一 會出來逛街 或者可能有時六四 你看到那麼觸感 會去觸關晚會 但是你說對於一些 可能要他們 如果是用一些時間 或者要他們覺得 要處於一個很危險的景地 去透過一些具體行動 去表達不穩的話 他們耍手領頭 然後他們好像在等暈倒 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到這群人有一種有趣的看法 譬如他們會說 如果有一個全靈的特首 就好像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君主 我們香港有得夠了 就是這種看法 當然要他們想出一個 當然我們也不是要求他們想出一些 所謂說到一些紅套大計 但很多時候他們會相信 或者他們會相信 或者他們會相信一些 寄望、期望、希望 投射在一個人 或者某一群人身上 譬如大家都會留意到 譬如大家都會留意到 在政治上面 有一些 在香港 有一些前高官 成為了立法會議員 我當然沒有責任幫他們做宣傳 有一些前高官 做過很多壞事 沒有認錯 然後讀完書 洗完底回來 做了立法會議員 我竟然都會見到一些 讀很多書 在大學裏面工作的人 是對於他投射一些寄望的眼光 然後我就問 阿姐 你是不是失了熱 還是你老人千外 還是你 因為他漂亮 你覺得他很正 覺得他怎樣 當然 我這麼囂張問他 一定會發臉 但沒甚麼所謂 熱點會否發臉 也沒所謂 實際也不會見 但我想一件事就是 你從這些人 對於這些人 跟他交談 跟他做一個對談 對話過程裏面 當然 可能我很認真 但我認真就輸了 為甚麼認真就輸了 就是 你跟他毀意認真 他是跟他毀與於 是說一些令你覺得 鴻無意義 不斷轉移視線 主義角 轉移觀點的話題 通常我對於這些情況 我就沒甚麼耐性 我就真的會 拍海 然後就說 喂 你想說甚麼 好了 所以到這裏 剛剛看到長毛來之前 我們講民粹主義 剛才那四點 希望大家 如果你說做功課 有些朋友 有興趣做這個 香港民粹主義 可以即管 立即四點作為參考 記住 透露資料出處 就是今天我們向左忙節目 好了 為甚麼我突然間會收題 就是因為我們節目主持人 歡迎長毛出現 歡迎長毛 對 帶回咪咪先 好了 上星期我們其實 長毛獨腳主持 做了兩集節目 我剛才也獨腳 就講了 我剛才講到關於民粹主義 無端端都可以講到四個重點 然後就說 你這四個重點回去做功課 那怎麼辦 每個人都算是 跟得你多 都要Doretical 都要你兩個 問得功課多 即是 共產黨現在都是 搞民粹主義 即是 他真是照抄 抄美國那位先生 即是逢是人喜歡他們便講 當然 民粹主義不一定是法西斯主義 是的 不一定是法西斯主義 他有機會變成法西斯主義 因為法西斯主義是 即是 一個非常特定的環境之下出現 即是說 在一個社會裏面 即是 有兩個 在社會制度裏面很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對壘階級 是不相上下 搞不定 有人出來 就 利用民粹的方法 是爭取那些 很迷惘的人 這是不同的 因為 民粹未必一定是法西斯主義 一定要有一層很大的小私有者 才可以 例如農民 或者很多小有產者 通常在工業化社會裏面 比較難 香港有 香港是奇怪的 香港的業主也不少 如果你用這個借過去來分析 出現法西斯主義的國家 即當時法西斯主義出現的國家 就是農民 農民因為他沒有那塊土地 很慘 因為他無以為生 或者是富農 以及一些在教會的 教權下的一些享受特權的人 當然在每個社會裏面 有些是教權 有些是封建 這是很難說的 這就形成了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運動 民粹主義在香港來說 當然如果你說去為那些小業主說話 小業主是一個很膀雜的階層 有些是想在這裏住 有些是想在做夢 想換樓會發達 有些是兩層的 有些是三層的 當然是不得而足 所以其實你看到 現在房屋運動 問題上的運動 基本上是為 現在所有政黨 說得最大聲 都是為小有產者 希望能夠擁有自己物業的人服務 當然這些人 有些真是為了自己居住 但如果你為了自己居住 居屋就不可能 可以當作商品交換 你只可以交給政府 或者用另一個方法來處理 所以其實現在曾蔡權搞的新居屋 其實就是有位市民都很 一頂重的就是公眾奴合財 如果中了那些居屋的話 最少有機會發一筆小菜 有機會我不是一定會發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是可以解決現在的問題 所以其實初頭就淡化了 我也寫過一篇文 或者接受訪問 你說年輕人很想要塵樓 其實成年人沒有塵樓 所以就說那些年輕人沒有塵樓 當然如果你舉年輕人做例的時候 因為他們出來做事的時間短的時候 他們能夠累積到的錢比較少 所以上車比較難 其實很大程度上 整個人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現在的運動就是 那些人想買樓你就讓他買 還有有些人他可能想買樓 但都知道沒得買 或者他是不想買樓 而希望有一個比較安定些 比較不要太過差的居居居居 當然是棄公屋 現在似乎公屋這件事 就被人慢慢淡忘了 因為現在我們有十多萬的人 在等公屋 我們每年就有 慢鬆一點的公屋供應 每年的新的申請公屋人 有1萬多人 所以你一定看到 很多人很長期都等不到樓 都已經沒有算到 就是為了D本科生 我經常都說你EL1就入職 你畢業的時候可能有一住 即是民建聯很喜歡搞這些 所謂民粹主義的意思就是 那些人想到的東西 他都不知自己想怎樣 隨便說出來之後 他就說我幫你爭取 成功三女 常常都說 我想長毛來到 你一定希望去分享一下 立法會本身放氣球那件事 將時間交給你了 放氣球就很簡單 其實以前我都可以放的 其實沒甚麼新招 其實沒甚麼驚喜 不過做了之後大家都挺過癮 其實我以前也是放的 不過以前因為我們距離 執行團近一點 沒有需要這樣做 現在因為搬了之後 我就排到最後 以前排第二行 現在我排到第四行 所謂會議廳大義無多 即是很圓 他們這樣很大 我想有甚麼辦法可以令到 他們那些所謂 開崗大典永留痕跡 就整個氣球去探一下 我覺得我會說 我放了氣球之後 曾孟成立即裁我 要我離開其實是不合適的 因為根據 立法會的議事規程 就是一個議員要做一個行為 極端不檢點 極端不檢點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令到會議都不能夠再進行 我放完氣球之後 會議是進行的 只不過曾孟權很尷尬 所以很明顯 在我離開了 被曾育成驅逐之後 還有兩個小時 氣球都在飄 即是說氣球在這裏 是不會令到會議會中斷 所以他裁我其實是有少少技術上的錯 即是不是說你做一件事 主席覺得不好 或者你沒有聽到主席的指示 就可以趕出來 是那件事是令到會議 已經不能夠繼續下去的時候 他就停會改我離開 現在保皇派議員就說不用停會 就這樣改我們離開 那些保皇派覺得他們的響用時間太少了 因為每次都要搞幾分鐘 對 被阻礙一阻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這麼喜歡跟特首的人 就叫特首留多15分鐘 一個妾士或者一個被人玩的 疑太太 疑太太 都會叫那個男人多留15分鐘 很簡單 15分鐘可以做好 一定要趕出去 不要停會 第一 周六成技術上是錯的 即是說如果他能夠容忍那個氣球 和標語在這裡存在這麼久 即是說我做的行為本身是沒有阻礙 沒有阻礙 所以其實他們第一次說我已經是錯 第二次更加是錯了離譜 第二次整件事其實就是 有恩就必有果 層層相恩 因為第一天他們太沒面 雖然有些人覺得挺好笑 但他回心我想可能很不屁 因為大家要明白 即是搬立法會這件事其實是 一件都幾為複雜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他搬了之後 就是跟過去的立法會斬攬 即是其實將前朝的立法會不要了 因為你搬了新的地方 一切從頭開始 過去的歷史就可以可抹則抹 明白嗎 即是不會有一個實物就是 香港的立法局曾經試過是這樣 立法局過度到立法會也是這樣 還有臨時立法會這件衛物 他去了之後就覺得是全新的 第一有很多議員 就當新的立法會的設備很好 他覺得很驕傲 很想立即享用 因為再過到夏年的暑假 很多人可能不能回來 他有這樣的動力 第二曾暗權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就在這裏讀 在新開的立法會讀 更加是愉有永遠 而曾六成下一屆 也未必是立法會主席 所以他也在這裏讀 立法會秘書 又覺得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 以前秘書長做不到的事 所以大家都是覺得 有派對 我走去誇張派對當然不開心 所以即押了一些受怨恨 還有一些驚恐 不知道第二天又會怎樣 所以當是毓民興 有一個名字一起身說 他問曾蔡權寫好台詞 即是說王先生 這裏不是難生 這裏不是黑社會 為何會搞成這樣 其實他一早寫好了 他想著我們會比較粗魯 即是粗魯一點 這樣對他 他便很適用 叫毓民引經據典 又引萬子 又講孔子 又講阿里斯多德 又講康德 就問政治倫理的問題 曾蔡權便回答倫理 但倫理當然有很多種 有家庭倫理 有社會倫理 有政治倫理 政治倫理其實是一個核心問題 倫理也就是一個正當性 即是說一件事 整個運轉和秩序的正當性 就是所謂倫理 政治倫理當然是問 為何有些人有權 有些人是沒有權 有些人為何可以這樣用權 為何他不是用另一種方法 用權 為何用到這麽準 這就是所謂政治倫理 他問政治倫理的時候 即使是林瑞麟 為何一個民望最低的局長 會變成升官升得最快 升上去 會變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這其實是一個好問題 政治倫理的問題 曾蔡權一聽到 就不會回答 或者他以為中了 就講倫理 他講的是社會倫理 道德 說究 所以他對事物的理解和書 知識很有限 糟糕 如果是曾山剃我那個科 一定會肥 他就立即說 你說髒話 什麼什麼 所以 翊敏就問他 你不用跟我說這件事了 你繼續回答 大家 可以說馬戰 其實翊敏就佔上風 因為他解釋不到 他不知道政治倫理也解釋不到 他委任陳瑞倫是有什麼政治倫理 這個是他答不到的 那就是對馬 大家搶白 大家在這裡說 我起身就說point of order 其實我已經看到 曾鈺成是想說 玉敏就 那我point of order 其實我point of order 就是規程問題 其實就是講 到底會怎麼開呢 到底特首有沒有答呢 特首應不應該答 答不答到呢 是嗎 玉敏有沒有權再追問呢 主席要怎麼做個裁決呢 誰知道他已經趕我走了 這個其實 跟著是不是其實 你走了 玉敏走之後 是不是還有人走 其實 那些人抗議而已 抗議而已 民主黨就最頂人 就是他抗議 不過說完了 問完才抗議 就是不知什麼叫抗議 是呀 玩東西 我覺得區議會選舉期間 他就很希望在鏡頭之前 拿過三筆的了 你知道張文光那些 那些東西 拿過三筆 然後就說我在問個特首 是呀 立此傳召 其實曾鈺成就解釋 趕我走是對的 其實我曾經舉起那塊牌之後 我曾經說過很多東西 其實他覺得都很不對 所以我一起來他們趕我走 這個完全不對 因為很簡單 如果大家踢個球就知道 即是球員他曾經踢球的時候 曾經衝撞 或者出腳比較辣些 即是踢得辣些 球員馬上啃一聲警告 即是告訴你 你再這樣我給紅牌你 我現在先給黃牌你 他沒有 第二 就是當那個球員踢了球出界 就告訴球證 有個人躲在那裡 長球不應該繼續踢很危險 有個人躲在那裡 那時候球證人會趕他出場 他會說 喂 你踢球出界 不君子令球賽不明 是否會 即是你不可以說 你前幾個踢過茅球 現在你踢球出界 為甚麼呢 我認為你已經足夠趕你出場 是不可能的事 Point of Order 即是規程問題 在學生會組織 一提到Point of Order 都不可以趕那個人走 因為Point of Order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即是有沒有規程的問題 有沒有規程上 是應該澄清的問題 所以周育成說我出去 完全是不應該 所以在這個復仇 這個 要用抹黑來復仇我們 這樣的基調底下 曾蔭權表現得那麼差 曾鈺誠當然要包庇 包庇他 包庇他便亂了 出多事了 即是 即是 其實是由 應該由禮拜三 那個氣球開始說 是的 那個故事 其實還有一件最噁心的 就是 在立法會突然間掛了 兩幅類似油畫的 物體 就是范祥麗泰和曾鈺誠 兩個人的畫像 車頭上 是畫像 我便拔了他下來 其實有甚麼理由 如果你是一個時間長廊 那你便全部人 只管你兩個屋子 其實他在立法會 已經搬到新的 但要跟過去的剪載 即是跟港英前朝的立法局剪載 就是這樣 他覺得自己搬到新 就可以改變歷史 我覺得 一般來說是好過范太 我覺得 昨天我相信 他是因為很大的壓力 而且 你不要忘記他是共產黨 如果共產黨開過會 說要重研他 他便沒有辦法不重研 老實說 他早已退休 還怕甚麼 不過就是這樣 其實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我想這裡大家都會留意到 最近有所謂佔領華爾街的問題 我剛才去完 在銀行街上 象徵式佔領了一個多小時 希望 傳媒能夠注意 及值此呼籲大家 在明天下午兩點鐘 在中環交易廣場的平台 中環交易廣場大家都知道在哪裏 即是交易廣場 就在高樂道中 下面有個巴士總站 兩點鐘開始 直到五點鐘都有個研討會 研討會之後是否會遊行 我便不知 我想大家 這也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 就是對於資本主義那種 反思 然後透過一種具體行動 去表達不滿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盡量抽空去參與一下 兩點鐘至五點鐘 你至於兩點至五點就會找到我們 在平台上 不過在節目之前 我經常都有這樣的說法 在伊倫我也經常這樣說 其實我們現在開始 在一個大時代裏面 是一個不斷的混濁不明變化 有很多衝擊 無論是任何一個階層的人 所以你說這個大時代 對於你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這是正常的 在這個大時代裏面 可能對於 以我們這班人來說 可能也會覺得 有些人有些意見 是很離譜 但是仍然為何 那麼多人都會受落 這些民粹主義的思想 但是我覺得 可能這些東西 都是整個大時代 轉化過程裏面的一些插曲 甚至一些劇目 所以這個時代 將來怎樣變化 可能很大程度上 都是靠你自己的參與 去到決定 這件事 好了 我們向左網節目時間到這裏 下次見 拜拜